鬼子导演多部电影被停播 看完本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大家好我是娜娜将 今天给大家带来恐怖奇幻电影 魔界都市新宿 今夜是一个长相十分帅气的青年 这天她在电视里看见了令她心动的女孩沙耶香 而沙耶香的父亲被称为当今世界的救世主小泉主席 这次小泉带着女儿第一次到访日本 接她的场面十分盛大 当女子向小泉敬献花束时 今夜似乎感知到了什么 对着电视机大喊住手 可身处另一边的小泉听不见今夜的呼唤 忽然少女手里的鲜花化作藤蔓 将小泉缠住 沙耶香看着自己的父亲就这样消失在眼前 夜里阿古出现在了今夜的房间 她凭借念力悬浮在空中 今夜也修行念力 他们同处一脉 阿古告诉今夜 曾经她的父亲玄一郎是她的弟子 并与她一起拜在门下修行的 还有个叫雷比拉的人 二人皆是难得一遇的天才 很快念力的修行便远超他们的师父 可雷比拉均嫉妒悬一郎 而与邪魔做了交易 将自己的灵魂出卖给恶魔 获得了强大的力量 可浮身在雷比拉身上的邪魔 却妄想统治世界 玄狼为保护世界 选择了战斗到底 最后被雷比拉杀死 从那以后 杏苏整个城市都被邪魔夺走 成为了一座恶魔都市 阿古告诉今夜 将解救世界 雷比拉就必须前往新宿 向雷比拉打败 这是今夜的宿命 今夜不相信父亲会这样死去 举刀便砍 来到这里的阿古并没有实体 只是一道念力罢了 他因为要保护主席 而无法离开 因此才不得不拜托今夜 来完成拯救世界的任务 可老头直言今夜 目前的实力 无法打败雷比拉 看着老头这般求人的态度 本来就不打算 做世界的英雄的今夜 直接离开了物馆 没想到 沙耶香早已在半路等着他了 但今夜却拒绝了 沙耶香的请求 沙耶香便决定 独自前往新宿 整个城市都被迷雾包裹 显得阴森恐怖 沙耶香鼓足了勇气 在城市游荡 很快一只猫的惨状 绷进了他的心 也许他也知道 自己这一去 多半是有去无回 但他却无法选择 什么也不做 沙耶香来到拉面摊 询问这里的人 是否见过雷比拉 沙耶香被一个 自称见过雷比拉的人 带走 可沙耶香渐渐发现 眼前这个人 根本不怀好意 想走却为时已晚 正当沙耶香 要被他侮辱时 金也出现了 男子的小弟们 拿出武器 向着金也攻去 但都被金也击败 在金也的逼迫下 白衣男子告诉他们 在歌舞剧院里 有一个卖情报的老太婆 或许他会知道 雷比拉的下落 老太婆告诉金也 十年前 雷比拉引发的地震 吸引了政府的高度重视 高层派出许多人 调查情况 却没有一个人 活着回去 在雷比拉强大的邪气影响下 这里已经没有 什么正常人了 成了法律 无法触及之地 不过婆婆也未见过雷比拉 只知道她手下的魔兽 藏在新宿车站 西边入口的地下 刚说完 婆婆就被墙后的 黑暗所吞噬 而金也一举一动 都在雷比拉的监控下 就连沙耶香 也差点掉进 被黑暗辐射的大坑里 好在金也 及时拉住了他 这时从大坑里 爬出来的神怪 向金也他们发动了攻击 好在他们在一个小孩的帮助下 逃离了危机 却掉进了另一个圈套 魔戒都市 哪有什么好人 小孩向金也 所要报仇 可沙耶香的钱 全给了婆婆 小孩以为 他们在欺负自己 于是召唤出了一只 地狱双头犬 但沙耶香的温柔 逐渐将叫做的双头犬 安抚了下来 还将自己的魔法戒指 送给了小孩 突然被安抚下来的双头犬 似乎察觉到了什么 向着黑暗中咆哮而去 紧着而上的小孩 被怪物抓住了 双头犬奋不顾身地救他 无奈实力相差太过悬殊 双头犬被怪物拍死了 感动的金也 小心翼地查看周围的环境 沙耶香扶起倒地的小孩 这时荒废已久的电车 竟自己启动了 紧闭的车门不给他们逃生的机会 窗外还有怪物忽视眈眈 金也来到车顶 打算和怪物决一死战 可金也怎没有攻不破怪物的防御 还险些被怪物扫下列车 列车脱轨撞上了墙壁 想不到这样的冲击 也无法彻底摧毁怪物 金也使出浑身解数 都只能苦苦支撑 或许是死亡的危机 刺激到了金也 强弹的念力爆发 一箭便将怪物形神剧灭 远处的雷比拉 金也感知到了这股强弹的念力 还有三天就是他的复活之日了 为了安全起见 他派出手下 前去解决金也 小孩带着金也来到房间休息 沙香告诉金也 两天后雷比拉 就要将魔界所有生物 召唤到这个世界 要是雷比拉成功 那么人界也就不复存在了 不久外面下起了大雨 雨水逐渐淹没街道 一道光影沿着地面 来到了小男孩的身前 第二天大早 小男孩将金也带去怪物 藏身的车站 路上邪恶空间形成的乌云电闪雷鸣 气间不停地扩张 很快便会笼罩整个城市 小男孩拿走了金也的木刀 金也追了上去 却被他拉进了一个充满水的空间 原来是怪物进入了小男孩的身体 目的就是将金也 引到这片水池里杀死他 怪物分裂出无数个分身 金也陷入苦战 他知道若是想反败为生 就必须找出怪物的真生 生死危机关头 最能锤炼人的意志 金也的能力进行了蜕变 感知到怪物真生所在之处 终于打扮了怪物 却耗尽了全部的体力 前来救金也的杀一箱 被还没有死透的怪物偷袭 这让金也用尽全力起身 一箭彻底杀死了怪物 带着杀一箱回到地面 这时梅菲斯特找到金也他们 他将杀一箱拖给他照顾 自己则准备去找雷比拉 但背后一大黑影 却一直偷偷跟着他 梅菲斯特表面对金也默不关心 背地里偷偷帮他解决了这个麻烦 越靠近雷比拉所在之地 邪气就越加强大 站在雷比拉面前 强大的邪气 甚至让金也浑身颤离 金也挥刀劈过 眼睛的雷比拉竟只是一道分身 难道实力的差距 真的有如此之大吗 金也恍惚之间来到了一个草地 这正是平静而美好的午后 金也也中了雷比拉的幻术 被困在里面无法脱身 并且雷比拉还想将金也变成自己统治世界的力量 沙香走进这片被迷雾包裹的区域 里面全是些人们的骸骨 这里曾是一个叫中央公园的地方 而沙香他们还遭遇了徘徊不散的阴魂的攻击 沙香发现了陷入幻术中的金也 想去唤醒他 却被阴魂攻击 沙香只能看着金也一步一步向着远方走去 被这里冤魂的火焰所吞噬 沙香的确没有强大的力量 但他有无比强大的善良 善意也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终于沙香用自己纯净的善良 净化了他们心里的邪恶 无数携带怨念的灵魂 最后如同雪花般飘落而下 金也要恢复了正常 沙香仅仅向女孩抱在怀里 化解了怨念的女孩 渐渐化作一堆白骨 金也为雷比拉在玩弄逝者的灵魂愤怒无比 发誓一定要阻止他的阴谋 雷比拉的召唤仪式已经开始了 整个城市都开始崩坏 形成一个巨大的魔法阵 准备将人间改造成适合恶魔居住的环境 而雷比拉一定就在法阵的中间 再次来到雷比拉的身前 沙香就即将成为一世的忌癖 雷比拉的力量强大无比 哪怕金也的剑传透他的身躯 毁掉的竟然是自己的剑 雷比拉将金也打入悬崖 事情看起来已经无法阻止了 而掉入悬崖的金也 意外地拔出了十年前自己父亲的剑 强大的念力与金也合二为一 重获新生的金也 再次站在了雷比拉面前 梅菲斯特就想杀一箱 让金也没有后谷之忧 能与雷比拉放手一战 终于金也在正面的对决上 完成了父亲的遗愿 穿弓将雷比拉击败 守护了世界的和平 尽管当时我们的力量并不强大 但勇敢地去做 就会有奇迹的发生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奶奶都会在二全的世界里 每天为你少好